大家好,又是我 A 君 今次又是要做一個西人系列 大家可能會心想 為何 A 君 最近要做西人系列做得那麼密 沒有他 因為西人自己把屁股押出來 那我就一下子踢到屁股 原本我的系列都不是這樣的 不過他的樣子很壞 好,今次 A 君是要說誰 這傢伙呢 論到他的影響力和能力 有排都未到你 不過論到另一件事 他一定是 Top Tiers 的了 論什麼 人格卑劣,毫無政治道德 你就應該是 Number One 啦 哪位,我說你啊 六七四 好了,A 君在這裡 又要說說他的 Profile 這叫六七四 1999年,就在這個報大畢業 2011年,就在這個綿雞黨那裡 做這個研究主任 然後呢,漏了幾年 就錄了去做宿貪窗簾 簡稱宿窗的工作 做一個低級調查主任 好了,宿窗就宿窗啦 為什麼會無尼拉間 又會進入這個綿雞黨呢 沒錯啊,是跟宿窗有關啊 說得做綿雞黨 當然是跟宿窗有關的 今次說的就是綿雞黨的前總幹事 啊,綿哥啊 綿哥做什麼 在2011年的時候 綿哥就在金銷大廈那裡 被人捉到去 咦,縮窗啊 縮窗的過程是怎樣 咦,我們先翻一翻打 嘟 嘟 2011年721 不是不是不是 712 各位觀眾你們好啊 我是這個《方向日報》的記者 我們收到了 有一個叫做綿哥的人 輪到金銷大廈那裡 找一個叫做婷婷的女士 我們一數著 這個綿哥就進去這個庭庭的房間 已經40分鐘了 哎呀,接著會發生什麼事呢? 哎呀,開門啊 我們看到了 是綿哥啊 綿哥,綿哥 你不是是綿雞黨的總幹事 哎呀,綿哥,說兩句 嗯?你哪位啊? 哎呀,我是《方向日報》的記者 頂!你玩東西啊? 閃!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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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氣了 我不夠你這個《方向日報》的記者跑啊 你問我 我回答 哎呀,我們是收到資料的 阿偉哥,你在上面做什麼? 嗯,我在上面做 Sight Wizard 哦 你剛剛Visard完阿亭亭的Sight? 剛才見她走去後巷也挺熟的 是不是經常上來的?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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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樣?阿婷婷的Sight?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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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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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 Wizard 都是問他什麼經驗 怎麼做 多少錢 給多少錢 那些 這是私人性質的一個訪問 我以前也有做過性工作者的訪問 我也是有做Sight Wizard的 是呀是呀 即是怎樣 即是剛才我 呃 亭亭無穿衣服 我叫他擺不同姿勢 呃 呃 那些猴子要他怎樣做 那過程他怎樣保護自己 怎樣拉袋 那怎樣保護自己 我問過了他 我沒有跟他有身體接觸的 我沒有打動機的 喂 韋哥 到底你是不是信教的 呃 我保持監密 好了 我們剛才播回韋哥 他做Sight Wizard 那個過程 當然 大家都知道結果 這位總幹事 這一次的Sight Wizard 就是令到他要全面退出 那韋哥他退出了之後 就怎樣呢 是呀 就令到六七四丹 任這個總幹事啦 真是你快吹上位 好鬼兒戲的 是的 本來這個六七四走馬丹 任的話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作為 不過無端端上天又掉了一塊七餅給他吃 這個七餅是什麼 是啊 大家都記得了 就是地下層數事件 英文就是 Underground Level 簡稱 UGL 啦 地層事件出現了之後 由於整個棉雞黨沒有什麼人出聲 就只是他在做一個低級的縮窗調查員 於是他就在那天天消費 地下消費 天天在吵 好 還要抵死到 我是有證據 我都不拿出來敢說 目的就是要將他一件事點 不斷不斷重複 不斷不斷拉長 不斷不斷找不同的部門 就是要拖著尾 做什麼 哎呀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已經去了這個縮窗去查 有關人士是不能公開發聲明 還有由於已經開了Final 熟窗亦都不可以公開評論個別事件 所以有些人喜歡拉到幾場 說到自己好像吸手煙那樣 那你都催他不穿的 這些叫做什麼 是啊 這些叫做 懂的就笑死 不懂的就真是被他嚇死了 不過這樣 鄉島市場有很多人 都真是不知道故中厲害的 所以真的有很多人被他嚇死的 不過嚇了幾年 終於水落石出 全世界都沒有一個地方接受這個案件 當然有些人消費了這麼多年 當然不睡巢 於是告到月球都要去告 月球沒有相關法例的 你告條毛嗎 不過既然有說要去到月球都要告了 我就告訴你 整件事到底 六七四做了些什麼 嘟 六七四就這樣說 定 這個國家罪案局 NCA 他們竟然不受理 啊 六七四啊 不知道你是不是突然上腦 不懂英文 還是你真是一個低級調查員 NCA並不是不受理 而是NCA發現 沒有違反到昆倫島的任何法例 啊 嘟 第二點 你這個梁德大行 是沒有被通知過 啊 CY啊 是收過錢的 哎喲 六七四啊 你是不是看不到字 還是看完字當看不到呢 其實 有關那間行的主席 已經在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三號 已經通過電郵通知了所有董事局成員 CY和Underground Level 的一個恰談協議的內容了 你真不知道 還是假不知道 還是一直拖場 想繼續消費抽水啊 嘟 第三點 頂 澳洲那些媒體啊 都已經爆料了 是有這個秘密協議的 哎喲 六七四啊 不好意思啊 都叫了你跟新聞 跟得緊一點的了 其實跟著之後幾天 澳洲的媒體已經澄清 各方面是知識協議 並且撤回錯誤的報道的 你是不是特意拿著 舊的錯誤的報道 不斷消費啊 嘟 第四點 這宗Underground Level 事件 簡直是律政司隻手 這一個說了就算數了 低級調查員 即是低級調查員 自己在縮槍那裏做過 都不知道縮槍是怎樣運作的 我們現在就找找 一個前年證專員去講講 其實 在他們老鏈調查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個審查貪污案件委員會的 律政司和我們老鏈的高級人員 都會接受委員會的質詢 直到他們滿意為止 才會close file 所以絕對不存在 律政司自把自為 一個人說了算的 嘻 六七四 我知道為什麼你不知道 高級人員才知道 你這些低級調查員是不知道的 我同情地了解你的無知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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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點 這件Underground Level的事 搞到這個梁德大行 有這個利益的損失 啊 啊 六七四先生 其實你說的那間行是上市公司 在賣盤的時候 得到昆倫島法院的批准 確定了收購的條款 定為這個Underground Level的協議 是沒有問題的 你真是厲害了 法院會計師全部看過了 認為沒有問題的協議 你都可以說是利益受損 你真是巴之幣啊 嘻 第六點 這件事一定是有利益衝突啦 嘻 啊 六七四啊 其實呢 你是不是在發銷呢 CY簽這件事的時候 他又不是行會成員 又不是特首 法例是不需要申報的 怎樣利益衝突啊 嘻 嘻 第七點 頂 你真是信不過的 頂 你這個粉人有沒有聽書的 剛才啊 不是說得很清楚 是有委員會 還有很多高級人員聽著的 低級人員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又在說人家不可信 是啊 你最可信啊 我最可信就是你的黨又怎樣說你咯 怎樣說你 是片 第八點 我們在黨內 親眼漢道 林卓廷的卑劣人格 毫無政治道德可言 嘟 第八點 如果沒事的話 怎會查這麼久啊 啊 啊 674啊 其實我很明白這些低級調查員 店的file不是那麼多 很不清楚一些流程 其實有很多案件都調查很久的 不過我就不說一些general的東西 我說一些specific的東西 這件事為什麼會查這麼久 因為有條牟利 有空又說 我有證據A 又有證據B 過兩天又說 我又有證據B 又有證據C 過多幾天 又說有很多在手 過多很多日 又說有很多在櫃桶底那裡 然後就利用了整個程序 然後就不停拖 不停拖 不停拖 折牙膏地去做事 但到最後那些實力證據是什麼呢 哎喲 全世界都說 你說的那些事 是完全既不存在 亦都是evelephant 所以沒有一個地方 接受這件案件 那到底674 你為什麼要拉牆來做 674 第九點 是我問你 你那隻搞什麼 好了 674 其實你的file 九十幾吋這麼厚 你中間牽涉過 那些什麼 反圍錶 佔有中出 等等 我都免得跟你說 我現在就跟你說 最新的那件事 11年的時候 有人就在712那裡 嫖妓落台 我就不知 翌日會不會有人 因為721 帶領暴動而入獄了 為什麼 不如我們聽聽案件重演 話說 721那天 有一幫暴徒 在港島區那裡 衝擊西環的部門 結果就做了一件 人神共憤的事 是啊 選烏國輝啊 接著就有人知道 領了東西 如果翌日這件事做了頭條 那我就P&K 不如做一件事 轉移視線大發 反正我收到封 在元朗那裡 已經有一幫白衣人摘行馬 我現在就大隊 帶一幫黑衣人過去踩場 有這麼大就搞這麼大 然後明天就作一單新聞出來咯 於是 就有人不住那區 都無理那間 和幾十個黑衣人 一起進去元朗 首先 我們要看看 整個事件的原貌 有些人就經常說 其實那一天 晚上的10點40分 就已經是以 接報到元朗閘發生的打鬥 到最後 11點15分 隔了35分鐘 才有防暴警員來咯 其實 他沒有說錯的 事件的確是這樣 不過事件裏面有很多細節 他們就不會告訴你 我們首先看看這幅圖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timeline 的而且確 10點40分 朗道立刻是發生了打鬥的 而在12分鐘之內 就有三個警員到來了 好了 接著又有人會問 嘩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這裡聚馬 只有三個警員到來 那你就要知道 那天在元朗發生什麼事 當然 在上環那邊 就發生了大量的暴動 但是 在元朗那裡 原來 是那個晚上 是有很多的報案 也有很多白衣人的聚集 但是 多次警方的巡邏 是從來沒有一個地方 發生過嚴重的衝突 當然 也有人會說 有一個地方出現過 打一個廚師的情況 是的 是出現過那裡 但是 的而且確 是沒有大規模的衝突 如果是有個別傷一兩個事件 相信幾個警員 也都足以調停 所以 當時就有幾個警員 去到現場 警方到來 的而且確 兩分鐘左右 即是去到十點五十四分 就已經 報告 在站裡 是有一個重大的衝突 開始緊 所以 在一分鐘之內 警員 就後撤 以及等待真患 然後 在兩分鐘的時間 暴力就升級了 到最後 十一點十五分 就有四十個防暴警員 來到這個元朗站 簡單說 是在發生大型的暴力衝突 到有防暴警員到來 前後是十八分鐘 這一點 大家要很清晰 當然 我們說到那個六七四 他雖然不是住在那裡 但他和一群黑衣人過去 他說做什麼 他說做調停 剛才我們說到 在站裡的派別衝突就增加了 到底是怎樣增加呢 沒有 有人就在那裡指揮那些黑衣人 男的就衝前 女的就坐後 一個指揮官的模式 這樣去進行他所謂的調停 對呀 還有 當那些白衣人不肯衝進來車站的時候 他們還要在閘裡 拿著一輛消防喉 不斷吹水 怕他們不進來 老實說 白衣人就是蝕卓在這裡 被人多吹兩吹 興了 衝了進去這個站裡 衝到站裡的時候 這幫人做什麼呀 當然是鬆 鬆了 鬆了上月台那裡 鬆到月台又怎樣 白衣人沒有追他們的 其實在這一刻 他們絕對可以搭車走的 但是這一幫黑衣人 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這個月台上面 拿著一個鐵製的 一個垃圾桶 一下子放下來 結果是怎樣 白衣人這件事 真的不對 就被他們激怒了 竟然衝上去打人 而一件事就被人大做文章 說是這個無差別攻擊 老實說 是不是無差別攻擊呢 我就不知道 不過有一個角度很清楚就看到 的確白衣人是衝進去 那一架黑衣人的車廂裡 打他們的 當然 A軍從頭到尾都認為 打人是不對 當然 也都是六七四或者有人 帶領著黑衣人進去 搞暴動就更加不對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事件已經到了法律程序 所以我們只能夠根據公開資料 說其他的事情 法庭那裡去判 不過這件事件就很搞笑 有人就盡顯去低級調查員的本色 就說 哎呀 原告被被告好可憐啊 低級調查員 你從來沒有做過原告 這件事呢 其實是刑事來的 告人那個呢 其實就是政府 你的身份呢 由頭到尾都是證人 至於為什麼證人會變被告呢 哎呀 大家看這麼多個案都知道了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叫做 刷刑竹刀 又或者監守自盜的 其實有不少案件 報案的人士 往往就是個主謀來的 所以 查案 rule number one 第一個 suspect 就是報案人 當然 suspect還suspect 都要經過一輪考證才知道的 今時今日 可能就是有證據 證明到 有人是刻意帶隊進去製造暴動的啦 當然 剛才我們說過 有人的file 就九十幾吋那麼厚 他欺負的 怎麼只是七二一啦 他七月六號 在屯門公園 和一個叫做 約智峰的白癡仔 搶人手機 毀滅證據呀 這件事件是怎樣 據悉呢 就有人 拍下了暴徒 七一衝擊立法會的事件 和現場的一些罪證 於是乎有人 就強搶對方的手機 毀滅證據 兼且是涉嫌到 一個普通襲擊罪咯 至於這件事是怎樣 我只是據悉而已 報道寫啥 我說啥 至於這件事是怎樣 等法庭判啦 不過不要那麼大聲 在我面前說原告變被告啊 你們由頭到尾 都是其中一個suspect 說了這麼多 A軍有什麼conclusion 兩句說話 六尺四人格卑劣 毫無政治道德 講完